主席各位同仁 我们司法院林秘书长以及法务部五次长 全局部五次长 以及各位长官请一下秘书长 请林秘书长 黄伟运您好 秘书长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提到的大法庭的制度 请问你 它的用意 除了刚刚你们所提到的说 要取代了这个判例选编 以及决议制度之外 它最重要的用意就是 要把这个法律见解 能够统一法律见解 可是呢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大法庭 事实上是除了险无必要之外 可以应该要进行延迟辩论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中间会牵涉到这个事实的认识 因为我们知道最高法律是 最高法院是这个法律审 那你 从我们也知道 事实上最高法院 事实上过去一项不做 但是最近这几年来 开始做了一些延迟辩论 你怎么样把这个 这个进行的延迟辩论的中间 不去触及到事实认定的部分 尤其在如果将来在大法庭里面 是变成了说 以延迟辩论为原则 不延迟辩论为例外 就是说除了 刚刚你这个里面写说 大法庭 审理案件出险无必要外 阴行延迟辩论 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不延迟辩论变成一个常态 不会 我们这里讲险无必要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被告上诉 这个提起到大法庭以后 那案件被告死亡了 这个就没有涉及 涉及那个实体认定 你死亡的一定是不受理的判决 根本就不要 像这个东西就不需要 一个证明 这个就不要延迟辩论 所以一定是这种牵涉到实体的 还是程序的才需要 一个案子需不需要开大法庭 这是已经过了一关的筛选了 那需要开的部分 又通常 这个上面写说除了险无必要之外 阴行延迟辩论 那可是我们又通常感觉到 一般社会上的认知 你做言辞辩论说 很难不去 不去不碰触到 很难不去碰触到 这个事实的陈述 那你觉得说 在最高法院里面 因为最高法院是 基本上是不做这个事实的认定 只去做这个法律 但是大法庭是不一样的 大法庭是事实跟法律的结合 因为我们是采一阶段 你要做判例的话 你把所有事实跟法律的结合 对 我们是采一阶段 也就是说这种 对于个庭之间 法律有征 我希望这个部分 能够让社会上 能够比较有清楚的 厘清 这样子会比较 大家就觉得 一般社会上 如果一般民众的认知 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去 在大法庭里面 然后在 当然 因为是律师会经过 专业的训练 所以律师会知道 这个红线在哪里 可是问题 有时候律师为了 当事人的利益 有时候他会 在这个延迟辩论过程中 不要说偷渡 会涉及到一些事实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 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让社会 比较清楚的理性 大法庭一定是说 个庭之间 有不同的见解 而且这个争议 这个法律的见解 或是说 有这个原则重要性的 这样的 提到大法庭去 那就是法律的问题 他要解决 然后同时 因为我们是 采一阶段的问题 所以这个法律解决问题 应该怎么解释 他解决了以后 他适用到那个事实的 事实的个案里面去 那他是 这个是 一阶段的这样 所以大法庭 他还牵涉到的 就是有一部分是 那个事实 就是事实跟法律的 一个结合 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 我们也知道说 司法院一个重点 是要推动官审制 那么官审制 我记得在三月中的时候 318 318 这个我们知道 318是学运 进来立法院的时候 但是318同时 也发生一件事 也是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苏副院长 投了书 然后这个要求 这个 这特别提到 官审制的重要性 可是319 马上就有基层的法官 他也投书 就是感觉上 我们的法院 各级法院的法官 事实上 对于我们的官审制 的必要性 以及是不是直接 这个进入人民参审 或是陪审团 的制度 或是直接维持限制 或者是继续推官审制 其实很多法官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您觉得 这是很 就是说 这是一个事实吧 法律的制度 或是法律的规定 不宜 这个在改革的时候 经常还不见得 每一个人都会认同 对 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你像我们现在 我随便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是 交互结问的制度 这个交互结问 当时在推的时候 又有很多法官 已经推了十几年 反对 这个是一定会有 因为它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 很容易造成 很多人对它这个制度的 改革的一个反对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在现状的制度里面 你要推改变现状的 这个新的制度 难免会受到 现制度 现行体制里面的人的反对 多多少少 但是也有法官是赞成的 我不敢 不是全部赞成 我只是说 其实司法体系 我不敢说封闭 但至少是 这个以司法院所辖的法院 各级法院 然后的法官人数 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 有限的族群 你在这个有限的族群 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人 你怎么样能够让他们 先去理解 然后再来让这个 社会当中比较 像我们没有受过 法律专业训练 我们比较不理解的人 包括社会大众 他们能够很快地接受 这个官审制 是好的 对现行制度来讲 是更有帮助的 对 这个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广告上都是说 我现在正在 你剪头发 剪了一半 时间到了 我要去关 这个东西 让民众 真的能够体会到 官审制的一个重要性 对他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日常生活来讲 或对他们追求的 司法争议来讲 有帮助 这才有用啊 不是说时间到了 我原来各行各业 我时间到 我现在我要去官审制 你这种东西 好像大家只是知道说 朦朦朦朦朦朦朦 有一个官审制 这样的东西 可是不知道官审制 是不是 他能够真的 落实到他的生活里头 然后甚至 所谓 我们常常各级 很多法院里面 讲的司法未明 司法未明 可是问题是 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在我刚刚提到了 怎么样落实在一个 先行 先落实在一个有限 人数有限的 这个社会专业训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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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制度内的人员 然后再来 再让社会大众 普遍地接受呢 我原始叫得很对 我是建议你们 这部分 这部分能够让大家 可能会比较清楚地理解 而 我当然很注意到 我注意到你们 可能是 你们还是 很努力在推 拍了一些广告 但我觉得 其实这样的广告 对于民众 对于官审制度的 认知了解 可能还是有一段差距吧 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好不好 好 谢谢您 谢谢民主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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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